滲水辦效率低 已先後被申訴專員公署及審計署多次炮轟 羅先生的客廳、廚房、浴室及睡房都有滲水問題 其中廚房天花因滲水不斷跌灰 要安裝木板自救 否則不能夠煮食 但竟然未達滲水辦確認滲水標準 令他覺得滲水辦推卸責任 他們根本不想做事 甚麼開口、埋口都說民生問題 民生問題就是民生問題 根本政府從未想過辦法解決 他們怎樣推卸這些責任 滲水辦其實是由食環署及屋宇署組成 叫滲水投訴調查聯合辦事處 06年起行常化 但兩大部門權責不清 職員日深前線向上級投訴 未能解決 唯有家醜外揚 向立法會申訴報告長 有食環署公會舉例子 調查時遇到住戶拒絕開門 屋宇署未有向法庭申請搜令 而是交由食環署跟進 聯辦署即叫JO 屋宇署所有的職員 其實都是授權 一三二章裡面 關於入屋的權限 其實如果在聯辦署的運作來計 就算那個case 其實如果落到第三階段的調查 如果他們遇到入屋困難 其實他們絕對可以自己去申請搜令 不需要給我們新獨察 屋宇署解釋 申請搜令前 至少要五次到訪住戶 但是人手有限 這些困難 我們沒有19個辦公室 我們只有4個辦公室 只有60幾多人 我們頭三年前已經住不住 就說在那四區 我們直至有人坐在那裡 港區、本台、港陸城、港港 我們自己坐在那裡 深水辦兩個部門 各自向所屬的政策局匯報 拖曼處理個案 有份調停的立法會議員 譚文豪指 架構上有問題 而且這個架構 適還處 其實就是 under 成為局 這個屋宇署 就 under 發展局 首先已經是兩個不同的 不單止兩個不同部門 做了兩個不同的局 你以為再走上去會好些 不是,不好意思 發展局對上就是財政司司長 但食環或食衛局 上面是誰呢 就是這個政務司司長 即又是兩個不同的司長 所以如果你說 真是畫鬼腳這樣畫上去 其實只有一個人可以一起定音 那個就是林鄭月娥 你會否跟我說特首 就走下去看看這個滲水辦 怎樣來擺平整件事呢 這個不像實際 有意見指 今次事件揭露政府無能 上陳網故前線問題 才令到公務員尋求外力協助 東網記者尋衡量報導 直到外面 東 pom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